好了,很歡迎大家,今天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現在我講的是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是怎樣的呢? 正如我先前所講的這樣 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其實是一個能夠讓人 充分地去表現人性的一個世界 能夠讓人性 完成自己的人性 這樣的一個世界 而不是一個違反人性的世界 或者不是一個只是片面地 完成一個人性的世界 或者疾谷人性的世界 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呢 我們這個所謂人民世界 是跟這個反人民 或者這個脫離人民的相對 是要完成一個人性的 這個 既然是要講人性的時候 其實呢 首先呢 一個人呢 就是要自覺自己是一個人 先 這樣才為之有人性 所以要自覺是一個人 人就不是禽獸 人就不是一個物 不是一個事物 不是只是一個物件 而是一個人 這樣呢 人要有人性 要有人心 我們要實現這個人性 人心 去完成這個人性 人心 這樣就為之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好了 我們也都講過 在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 是應該有宗教的生活的 因為這個宗教的生活呢 是可以提升我們人的精神 令到人的精神不要密化 令到人呢 不要向著 一尾就向著這個 唯物的方向來發展 令到人的精神不要下墮 能夠提升人的精神 令到人的精神向上 所以在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 是應該有宗教的生活 有宗教的精神 另外我們也講過 在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 人就不是一個物 或者不是一個工具 因為我們現在現代社會 很多時候呢 就會視人為一個工具 人是一個資源 是一個工具 是一個機構裏面的其中的 一個螺絲釘 一個工具 可以找一個第二個人來代替 我們現在這樣的價值觀 就不是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的看法 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呢 我們的想法就是應該 人不只是一個物的 人本身是一個目的 人不是社會的工具 人不是國家的工具 人不是一個機構的工具 人本身是一個目的 人我們要完成自己的人格 我們要完成自己的人性 人本身是一個目的 人本身是一個目的 我們要有自己的人性 我們要有自己的人格 我們要有自己的人心 這個 這樣才能夠成為 我們一個人本身是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要 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人性 有自己的人心 這樣組成的社會 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才是一個理想的人民社會 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說 我們理想的人民世界 每個人都是一個有得行的人 每個人的人心 能夠互相涵蓋 互相影召 這樣組成的社會 才是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所以在理想的人民世界裏 我們應該有聖言 有聖言 有聖言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就會 所有人就會 崇敬這個聖言 崇敬這個聖言 就是說我們人心 能夠互相尊重 這樣都能夠成為一個有得行的人 這樣由一批 由很多有得行的人 所形成的社會 互相尊重、互相尊敬的人 組成的社會 就是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所以我們中國人的理想 是一個所謂謠信社會 人人可以為謠信 人人可以為君子 這是中國人所想的 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既然我們希望這個人民世界裏 所有人都是一個有得行的人 這樣我們就要培養人的得行 怎樣才可以培養人的得行呢 所以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 我們認為應該有一個禮樂精神在裏面 中國傳統文化裏面 所謂禮樂精神 禮很明顯就是要培養人的得性 所以這個禮並不是一種規條 不是一種條例規矩 不是要禁止人做甚麼禁止人做甚麼 令到人害怕 不是一些法律 要人互相監督、互相檢查 令到你不敢做一些事 不是這樣的意思 禮樂精神是要互相鼓勵 互相讚美、互相欣賞、互相尊重 這樣才可以培養到一個人的得性 這個就是禮樂精神 而禮樂精神裏面的所謂惡的意思 其實惡就是代表藝術 藝術就是很能夠培養人的一種得性的精神 很配合 所以要講禮樂精神 而我們所講的理想人民世界裏面 我們亦都講過 並不是科學凌駕其他的人民範疇 科學並不是凌駕一齊人民的 科學家應該有一個偉大的胸襟 广闊的胸襟 他知道科學世界有它的限制 除了科學世界之外 還有其他的人民世界 科學家可以研究一朵花 但是藝術也可以欣賞一朵花的美 除了科學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藝術世界的可疑 就是說科學是有它的限制 所以科學家應該有廣闊的胸襟 知道他自己有它的限制 知道在科學世界之外 還有藝術世界 宗教世界 道德世界等等 這樣才能夠建立一個多元的人民價值的 理想的人民世界 除了科學不要凌駕一切人民之外 另外政治和經濟也不應該凌駕其他一切的人民價值 正如科學一樣 不是超越其他的 政治和經濟不應該用來指導我們的科學發展 或者藝術的發展 不應該講一些所謂社會主義的科學 共產主義的藝術這些說法 就是一種政治經濟規定藝術和科學的發展 這就不是一個理想的世界了 我們所講的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科學求真、藝術求美 並不是在政治經濟的指導 或者政治經濟的規定下來活動 政治和經濟並不是凌駕一切的人民的範疇 我們怎樣看政治經濟呢 在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 其實政治和經濟的地位是放得比較低的 因為政治和經濟其實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上次都講過 政治和經濟的目的呢 其實呢 正正是要製造一個和諧的環境 讓我們人能夠表現人性 讓我們人能夠實踐我們自己的人民文化活動 這個 有這個經濟條件我們才能夠生存 能夠生存下去 才能夠實踐這個文化 政治條件呢 就是能夠保障我們這個生活和諧 生活得和諧 我們才能夠實踐我們的文化生活 所以政治和經濟呢 都是用來保障我們的文化生活的 目的都是達到我們的人民文化生活 它都很重要 政治和經濟都相當重要 這個 但是呢 政治和經濟就不是凌駕 在這個 其他人民範疇之上 這個政治和經濟 一個 真正的目的呢 都是要尊重文化 支持文化 保護文化 促進文化 所以一個理想的政治家和經濟家呢 應該是很尊重不同的文化 要愛護不同的文化 應該是有一個有德性人格的人物來的 所以這個政治和經濟家呢 並不會用這個權力 來押制那些沒有權力的人 不是這樣 關係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理想的世界裏面呢 並不是用武力去押制 並不是用武力去維持 一個理想的國家 這個 武力只會破壞人心 破壞我們的人民 這個 一個理想的世界裏面呢 其實呢 那個 政治呢 並不是一個 服從和支配的關係 壓制和反抗的關係 而是應該是一個尊重和 一個互相包容的關係 這個經濟問題也是一樣 這個 在這個我們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呢 經濟當然很重要 但是經濟的目的呢 就不是為了生產 我們現在現代社會很多時候 去講經濟呢 就著重呢 講這個生產 如何能夠 將這個生產量 繼續增大 大量生產 這個 越來越多的生產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就算是社會主義呢 就著重 講分配 講平等分配 都好 這個其實都不是這個 經濟的最重要的目的 經濟最重要的目的呢 其實正如剛才所講 都是呢 要讓人能夠實踐他的文化 所以經濟那個活動 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生產 而是消費 所謂消費呢 其實呢 就是人能夠在這個經濟活動裏面 能夠從事他自己的文化目的 實現他自己的文化目的 人可以借助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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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的力量 物質的生產 來實現他的文化目的 而不是呢 生產就為了生產 不是這樣的目的 這個 或者這個 公平分配 就為了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 也是為了讓人 能夠實現他不同的 文化目的 所以呢 我們見到呢 這個 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 經濟和人民的關係呢 並不是以生產 或者分配作為重心 而是呢 要看他怎樣消費 消費其實就是為了 實現不同的文化目的 這個 也就是說 讓人能夠實現他的人性 讓人呢 能夠實現他自己的 人民的 世界 這樣 這樣 所以呢 我們講一個 理想的 人民世界 理想的人民世界呢 裡面的 社會關係呢 是一個 和諧的社會關係 這個和諧的社會關係 這個和諧的社會關係 裡面呢 就包括了自由平等 那上面講過了 我們現代社會呢 是相當著重講 這個 自由平等的 相當著重講這個 自由平等 但是講自由平等的時候呢 其實呢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呢 很多時候呢 講自由呢 就會犧牲平等 講平等的時候呢 就犧牲自由 因為呢 我們講自由的時候呢 到最後呢 還有一個條件呢 就是呢 你不能夠侵犯其他人的自由 就是說呢 就算講自由 他都有一個限制 講自由都要有限制 在自由上面呢 要加上一個不自由的規則 來限制他自由 就是不能夠侵犯其他人的自由 那呢 為什麼自由 上面 會引入一個規則來限制他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正義原則 所以自由呢 不是最高原則 自由不是最高原則 還要講一個正義原則 因為如果 自由 只是變成一種 互相限制的一種自由呢 這樣就變成互相對抗 互相敵對 不和諧 這樣 所以呢 我們理想的人民世界 人民世界裏面呢 我們呢 不能夠只是講這一種 通過互相限制 來講自由 這樣的對抗的 敵對的 不和諧方式的一種自由 只是這樣的自由是不夠的 這樣的自由呢 不是最理想的社會 這個 最理想的社會呢 其實呢 應該呢 直接 以這個正義原則表現 這個 就是說呢 表現這個仁義 一個自然和諧的社會 這個才是一個最理想的社會 這個 另外呢 我們又講這個平等 這個 這個 講平等的時候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講這個政治的平等 政治權利的平等 經濟的平等 這個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講平等呢 這個 這個 是不是因為這個呢 生存的慾望 來講平等呢 我們都講過 就是說不是的 這個 因為如果由生存慾望 來講平等呢 那麼人和其他動物 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講的平等呢 就是講人和人的平等 講人和人的平等呢 這個 原則是怎麼來的呢 就不是由這個 生存慾望那裡來 而是由這個 正義原則 人道原則 或者所謂人心那裡來 我們不忍心 有一個專權者 他獨佔政權 一個專權者 他獨享經濟 而其他大多數人受害 其他大多數人飢荒 其他人甚至不能夠生存 所以我們才要講平等 所以這個平等本身呢 我們應該是來自我們的人心 來自我們的人性 這樣來講一個平等 但是如果我們由這個人心 來講平等 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應該是不忍心 看到人出現醜惡的 這個 就是我們人心呢 總是希望人是好的 我們不想見到壞人的 這個 我們希望人人都是好人的 這個 所以呢 如果由這個人心來講 我們是不只要求人人平等的 我們應該呢 更加想人人都能夠得到真善美 人人都可以提高他自己的文化生活 文化水平 這個 人人可以得到他自己想有的一個人 民世界 這個 我們希望是想這樣 這個是不止 一個平等社會所要求 這個 尤其是不只是要求一個經濟上面的平等 這個 我們要求我們的文化生活呢 是多元化 多方面 是豐富的 我們是可以發展多方面的文化生活 能夠發展不同文化 能夠發展多方面生活的 才是一個幸福的人 而不是只是說在經濟上面平等 這個 所以很多時候呢 不是說共產主義那個理想的平等世界 只是說在經濟上面的平等 而沒有其他文化生活的內容 這樣這個 不是一個最幸福的世界 最幸福的世界應該是 我們這個 有多方面的文化內容 有豐富的文化內容 才算是一個幸福的世界 如果我們的文化生活不是多方面的 我們呢 人生我算是有缺陷 不是真正的幸福 也都不夠完美 這樣的人 其實是一個可憐人 因為呢 我們有很多方面的文化發展 原來是不能夠發展的 那就是一個可憐人 每樣都被規定不能夠發展 那就是可憐 這樣的文化生活裡面 但是多數人都是可憐 所以呢 最近這個 看電視講這個 北韓呢 原來有很多東西都是國家規定 這個 表面風光 但是在大部分情況都是國家規定的情況下 你不能夠多方面發展它的人 文化生活呢 都算是一個可憐的人 這個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知道 這個 人在某一種文化生活裡面 得到特別多 那它其他文化生活就會少了 它如果呢 只是在某一個文化生活裡面 得到多的 那其他文化生活呢 就一定少 例如一個政治權力特別多的人 或者一個極之富有的一個商人 那它在某一方面呢 它特別多 但是相對地呢 它在其他的文化生活所得到的就會少了 那 例如 就是說呢 這些很有權力的人 或者很有錢的人呢 它其實 能夠真正欣賞這個真善美的生活呢 其實就很少了 它們呢 其實呢 這些很有權力或者很有錢的人呢 不懂得欣賞什麼叫真正的真善美 其實它們並不懂得欣賞真正的藝術品 所以這些政客啊 富豪啊 其實呢 它們不是說很可恨 有時候我們覺得 而是它們其實是很可憐 因為它們在其他的文化生活裡面呢 是很缺乏 是一種缺陷來的 其實它們相對地 在這方面是一個可憐人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面 一個政權 一個 和財富呢 其實都應該是越來越平等的 但是這個世界呢 是不會有絕對的平等的 這個啊 而且呢 其實就 不是一定需要一個絕對的平等 我們這個世界只需要是 人人都是由人心而發 我們就不會計較到是否一個呢 政治和經濟上面的絕對平等 政治和經濟上面的絕對平等 不一定需要有 這個啊 但是呢 我們首先要有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有廣闊的深量 廣闊的深量 這個啊 我們要由人心而發 能夠有一個廣闊的深量 你要包容不同的人 啊 我們可以給那些想要錢的人 得到錢 啊 想要權力的 他得到權力 啊 想追尋真理的 他能夠得到真理 啊 啊 這個啊 那麼跟著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用這個啊 教法的策略呢 令到他們呢 得到一個更高層次的真善美 啊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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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我們是容許多方面的文化 啊 生活的發展的啊 這個啊 啊 所以呢 如果一個當權者 或者一個富豪 或者一個科學家 啊 他能夠都愛這個真善美 啊 這個啊 啊 都喜歡這個真善美 啊 喜歡多方面不同的文化的發展 或者不同文化的價值 啊 啊 這樣用他們的力量來去實現這個呢 不同文化的真善美 啊 那麼我們呢 這個社會就能夠有更多更多的真善美的發展 啊 這個啊 啊 這樣呢 就比較容易建立到一個理想的社會 啊 和諧共處的社會 啊 或者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 啊 那麼當然很難啊 這個啊 因為剛才所講的一個 擁有權力或者擁有財富極多的人 他其實很難明白 啊 其他的文化範疇的 啊 如果一個啊 啊 有權力的人 或者一個有財富的人 他能夠做到這件事 啊 真是接近性人 啊 這個啊 真是很艱難啊 這個 好啦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 這個啊 理想的社會呢 其實呢 是這個 怎樣的呢 就是一個有得性的社會 剛才我們講過 在這個社會裏面 其實應該人人都有一個比較高的文化意識 啊 人人都有一個比較高尚的德性 啊 但是就不會啊 沒有這個所謂人我區分 啊 不會沒有家庭啊 沒有國家 變成一個啊 人人平等 啊 混言一體的世界 就不是的 仍然都是有分開你和我 啊 每個人有他的家庭 有國家 這個啊 不是一個呢 啊 啊 所有人一樣 啊 這樣的世界啊 啊 啊 一個沒有家庭 或者沒有分別啊 啊 混言一體的世界啊 並不是一個最好的世界 啊 而且這個世界是不會實現的啊 啊 啊 如果真的變成這樣的話呢 就是說呢 啊 所有人 就等於一個人 啊 人和人之間是沒有分別啊 啊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根本呢 是沒有一個呢 互相感通的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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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人呢 在這裏呢 是沒有一個努力的過程 啊 人是不需要努力啊 啊 這個啊 啊 也都沒有人啊 啊 啊 從小到大 有一個道德實淺的過程 是沒有的 是不需要的啊 這個啊 因為所有人呢 原來就只有同一個思想 啊 沒有差別的 這個啊 人和人之間變成呢 是沒有思想交流啊 沒有文化活動 沒有互相感通 啊 啊 啊 這樣啊 啊 人人一樣啊 啊 全世界一樣 沒有分別啊 啊 這樣的想法呢 並不是一個 理想的人民世界 這樣呢 反而只會令到這個 人民世界死亡 所以這個理想人民世界裏面呢 人和人呢 不會沒有差異的 不會絕對平等的啊 不會沒有差異 一定有差異的啊 啊 但是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啊 啊 在這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 是 是 互相有差異 啊 但是有差異得來 我們是可以互相包容 啊 互相感通 啊 這樣這個呢 才叫做啊 和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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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但是這個和諧呢 並不是人人一樣 啊 這個叫做和而不同 啊 和而不同 啊 才是一個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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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呢 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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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叫做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想講的理想社會 理想的人民世界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比較高的文化意識 每個人都要發展他的得性 要發展得比較好 才是一個發展出一個和諧共處 平等自由的世界 當然這個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很理想的世界 這個這麼理想的世界並不容易實現 尤其是我們講到如果希望你們當權者 都是一個廣闊有心量有人心的人 這種要求更加艱難 基本上都很難會實現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說 講一個現實世界是怎樣 我們先講了一下 這個當然很難做到 但是我們先要想一下 其實我們如果想要一個理想世界是怎樣 我們先有一個理想世界的模式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如何慢慢一步一步 逼近這個理想世界的時候 我們這個世界才會越來越好 如果不是我們只是知道現實世界是怎樣 而認同了這個現實世界的標準 這樣人的生活就會慢慢沉淪 就是所謂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問題 人慢慢開始密化 那個問題 這個精神下落 不能夠提升 有理想世界 我們就能夠將人的精神慢慢提升上去 這樣我們才能夠慢慢重建我們的人性 建立一個向著 趨向一個理想的世界而發展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很多謝各位